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 疫情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如果感受到焦虑、担忧等情绪 都是很自然的反应 多数人都能够慢慢地自我调试 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 无法外出或是与亲友见面 感到孤独、烦闷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 我们也可以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 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 如果焦虑、沮丧等情绪已经影响您的日常生活 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 或咨询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让我们互相支持 一起守护彼此身心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历经二十多年 西北市英哥、富民地区的民众 终于等到富民火车站动工了 虽然只是个临时车站 但对于当地交通的改善 有相当大的帮助 6.1亿元的富民检疫临时站 预计2024年11月可以完工通车 动土仪式开始 第一产开工顺利 第二产动土平安 第三产圆满吉祥 英哥、富民临时站12月20日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泽成 交通部政务次长王国才 带领铁道局、承办厂商 及立法委员苏巧惠与地方民意代表 里长一同进行开工欺负仪式 同时向英哥相亲报告这个好消息 未来这个站会变成永久站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这些日子也是跟铁道局来讨论 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机车 或是脚踏车的一个停车的一个空间 然后在113年起用到大概119年 这大概5年多的时间 起用民事站 然后接下来就转到我们19年的第四季就转到这个永久站 大概是我们是大概是这样的规划 从英哥到桃园8点多公里 那么没有一个站 各位了解吗 我们在台北市的捷运 大概800公尺到1公里是一个站 所以我们经过建议之后觉得有道理 应该要由面之前的政府的承诺 第二个这样的一个交通的便利 不应该因为相关的这个因素而影响 让它遥遥无耻 所以行政院就决定 那么合定这个计划 所以今天特别跟苏乔卫委员报告 你所交代的今天动工 英哥车站与桃园车站相距8.2公里 居中的凤鸣地区民众催生凤鸣车站20多年 迟迟等不到车站动工 引起地方强烈反弹 经立法委员苏巧慧 及在地民意代表里长共同向中央争取 最后中央决定先打造一个临时站 并且6.1亿经费全由中央负担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们是用最欢喜的心情 来跟大家彼此分享 为这个工程祝福 铁道局北部工程处处长郭霖瑶简报时指出 凤鸣检疫车站为地面一层钢架构车站 月台形式为两岸闭式月台 踩双向单轨运行 设置两处出入口 两座电梯及两座楼梯上下月台 并以无人检疫站设置电子票阵 预计2024年完工通车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如何培养创课 让学生有机会跨领域学习呢 新美市中和高中 主导新美市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 STING跨领域城市设计培训课程 结合学区内国中 让学生进入资讯化时代 动手设计城市 并在中和高中举办教学成果发表会议 分享国中高中学生的学习成果 全能机器人动起来 走迷宫不卡关 靠的是学生城市设计和遥控器的控制 创各风潮转换成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 新北市中和高中当领投阳 带领学区国中 自强国中 积岁国中等学校 组成STING跨领域城市设计培训课程 带给更多学生科技启发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先去评估 分析我们自己学校 以及学区国中 有哪些共通的课程 有哪些共通想要发展的特色 那我们就找到了所谓的城市教育 那也刚好结合了 现在比较流行的所谓的STING 所以透过几次的物谈 以及透过我们多次的研商 我们就发展出了一个 所谓的城市设计的一个加速器的计划 首座现在是 现在是国中108科刚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城市语言加上机器人的操作 提升学生在科技领域的学习的动机 迎接未来科技挑战 学生从校内各项创课课程发展做起 到各校联合学习 109年学年度第一学期圆满落幕 在中和高中进行成果展 各校与摊位做参展 端出创新应用学习成绩 彼此参观交流 创造更多经验 几岁国中的学生其实是非常棒 因为他们很多的学生是会自主的去做延伸 对他们会focus在这个课堂上面 然后蛮专注的 其实学生他有这样子的 就是说环境跟素质的话 那老师这边就可以丢更多的资讯给学生 因为机器人他可以写很多程式 我们许多的变动还有转动都是照的那个程式 所以他的变动非常的多样 就一起想去试 试试看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另外的改变 虽然可能会有帽子可能会坏掉的风险 但你还是会很好奇 还是会想要去做这样的场景 中和高中强调 源自美国矽谷的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 以108克纲的共好为学习理念 透过与国中学校的策略联盟引领学生进入科技领域 为职业发展增添学习力多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最近来看林立举办相关的活动陪伴社区居民 其中新北市中和区锦南里里长胡雨晨 就举办了幸福台湾爱在锦南的活动 邀请到金婚迎婚的夫妻再喝一次同心酒 重温婚礼的感动 竭力数十年后 生活充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老夫老妻 再次化妆穿上西装婚纱 牵着手再喝一次同心酒 那种感觉却让他们害羞了 毕竟公开场合表达爱意真的不好意思啦 新北市中和区锦南里里长胡雨晨 和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举办幸福台湾爱在锦南 邀请金婚迎婚夫妻党重温婚礼的感动 因为夫妻结婚几十年了 然后他们重温那个旧梦 然后而且我们最长的是90岁的夫妻 那最年轻还有50岁 那我觉得这夫妻我们现场有来报名22对 然后现场又来拍艺术照 大概6个人 那因为老公还是上偶的关系 他们也很想就是让自己赞美一下 这年轻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儿子媳妇孙子都一起家庭 全部都一起来为阿公阿嬷 来见证这个爱情 我觉得我们锦南里好幸福 台湾民情保守含蓄 每天生活在一起的老夫老妻怎么好意思呢 其中活动设计幸福趣味夫妻鸳鸯棒 要他们互打 这太重口味了 更让大家笑得好害羞 而透过这个活动 也让他们回想起两个人之间的共同回忆 今年88 老公92 结婚多久了 64年 63年多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谈恋爱 你们谈恋爱 那些追谁的 我们当初是同事 成家认识 在一个公司认识的 这样子 看到阿嬷就一见钟情了 夫妻组成的家庭是婚姻的价值实现 也是两个人共同守护的家 透过活动让爱的存款 存下两个人的幸福 承诺对婚姻的忠诚 陪伴彼此一辈子到老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又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 树林区公所 携手红道扰人福利基金会 由替代一男及招募的志工 一起为辖内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辈 进行居家环境整理 让长辈们可以清爽迎接新年 现年90岁的侯爷爷 健康状况不佳 行动也不方便 加上子女都不在身边 生活起居长期依赖 红道基金会的关怀照顾 时至睡末年终之际 每个家庭都要大扫除 红道基金会便招募年轻志工 在结合树林区公所的替代一男 为侯爷爷提供环境清洁整理 让侯爷爷相当感谢 侯爸爸他已经90岁了 他是20年次的 民国20年次的 那因为他的行动不方便 那没办法整理居家的环境 那我们今天跟 红道老人基金会 还有我们公所的替代一男 以及公所的同仁一起 如果要获得生活品质上的改变 就觉得做这件事也蛮有意义的 然后也蛮有价值感 所以你现在是学生吗 我现在刚毕业要是刚毕 所以想说 就好好利用这段时间 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是护理科的学生 然后我就以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很常遇到一些长辈 然后那些长辈很多都是没有家人 所以我就想说趁这次机会看一些 就是那种长辈 然后平常在家里的环境 树林区长王坤南 也为年轻的替代一男 示范如何处够 然后到时候你步一插他就起来了 你才不会插弄到手中脚 然后又起不来 平常有在家里帮忙家里大扫出来 有时候会 就是可能过年偶尔打扫帮忙一下 透过公益服务 实际参与独老的环境清洁 让年轻的替代一男及志工 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期待更多的人 一起来关心身边需要被关心的人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再带你来看网络社群新起 其中我是永和人的社团 就拥有了15万人 而这个社团不只是永和人的 生活情报交通站 更是永和人爱心的呈现 社长王俊斌更带领大家做公益 让温暖传递在永和的各个角落 透过搞什么飞机短片 来看他们经营社群的用心 搞什么飞机啊 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 是的 我在看的就是 我是永和人 想认识这个版主吗 这个版主呢 的出场还有主题曲 拆好分手 安全感不高 跟着鸡跟一起go 跟大家胜中介绍的那就是我们 我是永和人的版主 王俊斌 哈啰 大家好 我跟王俊斌 都是我们 复兴班 来到这个很豪华的地方 这一平八十万 大概五十几万而已 真正的好材是在我们永和族一路上的 那个一瓶大概八十五万 八十五万九十万 我的印象当中 是一个百货公司 我念书的时候 我们念书的时候 对不对 对啊 红圆百货啊 这个社团很多粉丝 现在目前大概有 十五万人 十五万人 会不会有女粉丝 施讯你 这个到时候我老婆看到怎么办 老婆不要看 就算有我也不可能直接在那边讲好不好 不能承认对不对 永和 五点五平方公里 我们的户籍人数是有 二十一万九千多人 有可能你走在路上 不小心一个招牌掉下来 就看好砸到全部都是 永和人 我是永和人 这个社团这么特别的 对啊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地方社团 成立志工 然后深入社区服务 我们目前的志工组织大概有五六十个以上 号召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对 一起来有能力的时候一起来帮助别人 这么多 的我是永和人 会不会很难管理 这当然是非常难管理 我们也有十个管理员 尤其现在社团是省文字 po广告问贴广告 亂攻击都不行 对而且我们社团管理员里面还有律师 所以如果说有什么法律问题也可以请教他 最主要当他们都是纠察队啊 我是永和人 很会 钓东西 真的是蛮会钓东西 什么东西都可以钓 皮包啦 手机啦 钓狗 钓鸚鸥 钓小鸟 什么都钓 几乎可以钓东西 几乎都钓了 就是有 有一个女生就是他钓了一只狗 审核的书当中 然后发现下一篇文章 居然是有人捡到这只狗 结果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把这两篇文章 一起把他审核出去 直接在社团里面就相遇了 哪一个是代表 我是永和人 第一名的美食 就是在我们综合成功路这边的 有一个大树下 面线 上个礼拜的时候po一篇文 也几千人响应 然后这家的面线的大肠 还有他的蚵仔 料又很多 然后小小一碗再加上他特製的辣椒 真的是非常好吃 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美食 这一家呢 应该有三四十年历史的 三四十年 对三四十年 我应该有吃过吧 对 第一次吃 他是在 永安菜市场的门口 搬到永和路 后来又搬家了 搬到 宝平路 龟嫂吧 就是龟嫂面 非常好吃 这个是我心目中呢 永和非常棒的一个美食啦 刚刚 聚兵跟我所讲的 你如果觉得认同的话 麻烦咯 记得赶快在下面留言 看完影片之后一定要按赞 点阅 分享 开启你的小铃铛 下次见 拜拜 在电影来看 新美市政府预计要拓宽土城区的亚洲路 预计可缩减临近土城工业区及台65线高架道路的塞车情况 动土典礼上土城里长出席踊跃 大家都关心地方建设 同时还有个特别的任务 为拿开工的精产责而来 来看里长的另类服务 土城区的里长们仍守一只精产质 排排队依序要给新北市长侯友宜签名 侯友宜来者不拒 手拿签字笔在精产质上写下了名字 里长说太开心了 参与了地方重要建设 亚洲路拓宽工程耗费1.4亿元 未来完工后 土城工业区和台65线塞车的情况渴望游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 开工的精产质一定要带走 没办法生的话 他都会找里长服务 就说里长 你们有没有开工典礼的精产质 所以说很多里民 他也是听民间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 我的里民拿去 真的是有产生这个奇迹 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有开工典礼 我们为了要服务里民 我们都会拿一只精产质回去 因为拿回去之后 在两年内就生了一个男宝宝 而且很感谢我还拿麻油机来 所以有侯友宜加持的产质 一定一级棒 有欠缺的 可以到个里的里长那边 夹食油 他可以征送给里民 需要 需要 需要的人 谢谢大家 那你们就变成另类的助生娘娘 对对对对 精产质一定要签名 一定要签名 因为他非常有意义的是 我们每一次拿回去 我们就开放给民众 民众带回去 不管是生男生女 很多很多都回来告诉我们说 一叔我们满月了 我们要送蛋糕给你 送油饭给你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对于民众来讲非常好 从里长拿精产质排队等签名 争取另类的服务 穷男育女助人好运到 开工的精产质 能有神奇的魔力 不只是民间的习俗传说 更是一种不能少的特别祝福 不得不相信 侯友宜市长特别分享 拿到精产质 方位要放证 能够带来好运气 据我从民政局的策片了解 如果拿到精产质 一年里面 能够有受孕怀孕的 机率大概都将近六成以上 那很高耶 那所以大家觉得说 精产质还是喜气洋洋以外 还是有那一个民俗的这个祝福 精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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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女生女生女的 这要看产质摆的方向 那生女生要站起来 精产质要站起来 你还要生两个 龙方胎就聚中了 吃两个 这样啦 这有点是 这习俗 精产质卸英 精产质 民间相传 有助孕的效果 里长另类服务 做出了好口碑 让开工精产质更强手 公务单位也很贴心 准备了多支精产质 加上市长侯友宜乐意签名 要拼出生率 各个环节都得用心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 积极推动幼儿政策 不仅桃园市的出生率 居六都第一 同时市政府为了要提供 上南侃民众充足的托育空间 因此透过在芦筑区中山里 规划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的非营利幼儿园 借此要让幼儿就近路园 快乐成长 中山里社区长辈 乐情的舞蹈表演 不仅让台下观众 看得目不转睛 同时也为芦筑区中山 非营利幼儿园 新建工程动图典礼来庆祝 上南侃地区 随着幼儿人口逐年增加 因此幼儿托育的需求 也逐渐提升 这里原来是我们锤球场 也是我们市民活动的一个场域 也是我们的滚球场练习的地方 那因为中山里是上南侃 已经是非常人口密集 而且非常有很多年轻族群 也急需要这个幼儿园的成立 因为我们这边几乎都是年轻族群 而且是外来人口占了70%以上 所以都是对这个幼儿需求 上学的需求很高 那这边的公立幼儿园 还是私立幼儿园 其实是很少 那我们也大家都很期待 这个幼儿园的赶快新建 第一产 开地平安 动土顺利 桃园市政府今年来积极推动幼儿政策 不仅桃园市的出生率居6都第1 同时是否为了提供上南侃民众充足的托育空间 因此透过在鲁竹区中山里规划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的非营利幼儿园 期望要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桃园是全台湾年轻指标最高的直辖市 那很多的年轻家庭选择落脚在桃园 因此幼儿园入园的需求非常高 鲁竹地区可以讲是成长的亮点 那目前公共化比例只有32% 特别上南侃非常缺乏大型的幼儿园 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成立一个中山非营利幼儿园 那两岁的专班有三班 那三到五岁的有十班 一共可以收348位幼儿园的人数 那这里的建筑呢 我也是希望能够充分地利用这块土地 目前卢族区公共化幼儿园 招收人数比率约32% 桃园市政府在考量供应量不足的情形下 这次打造的中山非营利幼儿园 将可以招收348名幼儿 并预计在111学年度招生开办 继续让幼儿就近入学快乐成长 记者文字军团报道 再带你来看2020运动露营大赏 在石门水库西州服务区盛大展开了 以嘉年华的形式 让民众认识全新的西州服务区 与未来将开放的露营区 预计明年1月开始招商 为桃园石门注入新的观光活水与特色 请起到 2020运动露营大赏 日前在石门水库西州服务区盛大展开 规划多种露营风格展区 同时邀请在地美食摊位跟露营厂商现场摆摊 以嘉年华行式 让民众认识全新亮相的西州服务区 与未来将开放的露营区 这是我们郑文燦市长打造大桃园南区 旅游服务的另外一个新纪元 新亮点 那今天的露营活动 也是希望大家在后疫情时代 多出来走走 增加消费 促进经济 那也第二个目的是希望 让大家了解这个露营区 和服务中心的所在地 运动露营大展也邀请多个校园同军团 抢先进驻体验场地 同学们表示环境很不错 草地平整又干净 来参观的民众也都大力称赞 期待露营区正式开放的那天 还不错 不错在哪里 就是不会啃啃啃啃的 不会啃啃啃啃的 对啊然后睡的还行啊 还不错 还不错在哪里 就是草地然后有露 你常会露营吗 会啊我们平常就是在露营啊 这环境露营不错哦 看起来很舒服啊 看起来很舒服啊 嗯 不会很拥挤的感觉 石门水库西州旅游服务区将打造低碳旅游环境 规划四公顷八十个站位的五星级露营区设置了五百六十席的车位 预计明年一月招商 希望透过公司部门合作引进新游城新景点更新玩法 让民众可以在石门水库来场低碳便利又安心的漫游 记者赖尾一投影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呢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哦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